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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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博士 各位先進 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世大退休老師 這個場地是我推薦的 還有 表演的奔王也是我推薦的 因為我跟劉老師好朋友 這個第三屆每一屆 放得越來越好 不是在這裡 第三屆 我的建議是 在台灣人論成立類似 成立一個協會 我們不可以共商 共襄盛極 這樣將來發展 大家聽的機會 來聽演講 可以辦得更多場 大家更有受益 我想在場的人 如果有這個協會 想參加的請幾個 你這樣很多 因為我是世大體系老師 我自己也有成立協會 我有一個世界休閒協會 台灣風味 其實你有一個協會在這裡 才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會讓更多人來受益 因為我下午還有兩個會 不能參加 所以我特別建議 謝謝 謝謝 文件都弄好的 那麼打算 後天禮拜一 我就把它寄到香港去 我們不要在台灣成立協會 因為台灣成立協會 太慢了 要核准 對不對 核准籌備 三個月以後 然後要開好多次的籌備會 要半年以後才會成立 但是我們這個已經辦了第五屆了 第五屆了 已經 而且今天來的比往年的都多 非常好 那麼我們估計一個月以內 在三月底吧 快的話 把三月底事業處理 香港政府核准的文件就會下來 那麼我們就馬上可以開始 而不是國際性的 是叫做 身心靈自我療癒的世界總會 將來會在各地成立分會 包括這個芝加哥 香港 南北街 上海 馬來西蘭 台灣 台灣 台灣那當然 台灣是董會的所在地 台灣是 那麼當然我們也可以弄一個台灣人 希望能夠有共同意念的人 大家共襄盛舉 那早上提到心靈感應 其實心靈感應 我下午兩點追唱 我裡面就會講到 其實是量子場與場 就是那個肥 因為在足球場 或者在我們現在這個場裡面 它就有一個頻率在 那共同頻率的人自然會在那邊 會 不要說心靈感應 就是說那個能量是在交融的 是在交融的 所以非這個雙私子也可以 男的女的之間也可以 會有心靈感 會有能量交融 這個生物能場相交融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街上呢 突然前面走來一個小姐 呃 四眼相對 小鹿就開始跳了 她就是我要的人 對吧 這個就是什麼 腦部的頻率相應 如果差的很多的話 根本理都不理 久逢了 知己 千悲賞 這個就是頻率相應 話不投機呢 半句都不害 那個腦部就長得太遠了 所以這一切幾千年來 中國人早就有研究 早就知道的 不用科學的證明 現在的科學是很落後的 OK 我暈掛不能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總會 你們如果想要報名 變成會員的話 可以跟劉教授或呂教授聯絡 因為我人 我星期一就會芝加哥了 所以這邊你們可以跟劉教授 呂教授聯絡 然後我們預計是將來能夠頒發 Certificate 然後還有Certification 一個就是證照 治療師的假疾 以及秉級 假疾 應該是要我們ACM博士程度 然後秉級是碩士 然後秉級的話 就是開放給一般大眾 你們修了某些這個課之後 你們就可以通過我們學會 協會的考試 然後拿到這個治療師 因為目前為止 全世界沒有身心靈自我療癒的這個課 就是說學位 沒有 我們這個其實坦白講 2015要啟動 我們待會下午有楊老師要跟我們講 關於我們這個是整個能量轉變 我們新天新地就要來了 希望大家參與我們 這個是非常非常對人類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不是只有台灣 現在我們不只是地球還有宇宙 黃教授對不對 所以說我希望大家對這個領域有關係 有關心 然後想要參與的 可以跟教授們聯絡 還有他們都有個別的課 他們自己私下有些課 你們想要去學的話 就麻煩你們自己跟教授聯絡 因為我們的時間有限 謝謝 剛才是這位 羅博士 羅博士 謝謝 那個 基本上我跟很多人都很熟的 我們應該是同大 我曾經是中華生命電視科學學會的理事長 去年大概四月做完四年下來 然後我們學會每個月都在辦活動 現在還在辦 下個禮拜三晚上就是一個演講 禮拜 大概每個月的第二個禮拜三 第二個禮拜的禮拜三晚上 躲在正心醫院 因為我們現在的會長是正心的外科主任 奧滿冠奧義士 其實今天早上講的這些東西 跟我們的內容非常相關 因為我們是以科學為主的 就是說 像今天早上講到老化這個事情 我們也發現 我們的一位潘燕中潘醫師 他發現就是說 癌症的產生 跟這個經絡 還有這個癌症幹細胞 都有相關的 然後這個其實 上午講的這個 就是有關這個要年輕化的 85歲是看成35歲的話 你事實上你的這個心情好 或者是這個走路的這個多的話 你事實上是影響了你裡面的經絡 以及這個幹細胞的這個成長 所以這個現在看起來是 這個方向是沒有錯的 那個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組織 主要是醫生教授 像台大校長醫師誠 那所以呢 我們那邊的話當然就是說 討論的比較細 就是一些 像剛才賀教授講的 心電感應以及量子現象 在我們的組織裡面 李孝頓也只敢講到 說是可能是聚觀的量子現象 他還是敢講到這裡 他不敢講說是量子現象 跟心電感應是同一件事情 他還不敢講 因為科學上還沒有這個 進一步的這個實驗這方面 不過這個大方向是肯定的 我們在4月19號會有一個年會 也會在政新醫院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們有請到這個林中斌林教授 大家都知道 林中斌經常在報紙上寫文章 那他寫的 他這次要講的內容叫做 心靈的文藝復興 也就是呼應這個 剛才主持人講的這個大趨勢 這個2015這些年 2012這個現象 實質上是在講 整個地球人類的心智 他必須要做一個跳躍 要不然這個世界會麻煩很大 那台灣是個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台灣是基本上是 中國共產黨大陸 美國華爾街 資本主義 共通在台灣 這個對意的一個地方 還加上日本 所以呢 我們的心靈的改變 會影響到整個華人的心靈改變 因為華人的心靈改變 會影響全世界 相信的 其實現在台灣的這些街頭現象 政治現象 其實某種程度 就在為這件事鋪路 因為 就是因為外面亂七八糟 所以人心思變 所以我們有機會 因為 文明衝突的作者叫 黃庭頓 事實上他寫文明衝突的時候 就是預期今天 基督教文明 跟回教文明的衝突 現在我們在電視上 一天到晚都看到這個東西 但是 黃庭頓 哈佛大學教師在死之前 講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事實上有兩次 你在立文正經話這個節目上都有聽到 一次是 湯紹成、湯教授 政大人 一個是 陳一新、陳教授 他們都引述 湯廷頓講的話 他講的這句話 他說我看 這個文明衝突啊 到最後來的決定 是決定在中國人 因為 基督教跟回教 基本上的對立 是有很長的歷史 那我現在看不到 什麼解決的方案 可是因為中國的崛起 中國人 因為數量這麼大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會決定這個全世界 文明衝突這個時候結束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台灣的力量 對台灣的中國文化 以及西方文化的吸收 都相當的深入 所以才會有 剛才講的這些內容 因為這些內容在大陸是不能講的 在美國 說實在的 也因為他的文化背景 不太容易 有一些東西 譬如是中醫的東西 氣功的東西 不太懂 那可是呢 科學現在的發展 很明顯的 原來的 以物質為中心的還原論 要被淘汰 毫無疑問他被淘汰 你不要被電視的那些科普騙了 什麼Steven Hawking 什麼Richard Dawkins 這些科學家 他講的東西都是幻想 已經講了一百多年 那些幻想現在正在被淘汰中 所以這個我相信 大家儘量參加這類的活動 當然這裡面有一些資訊 可能餐吃不起 但是這個趨勢是沒有錯的 謝謝 謝謝